大家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东远ICV J78全覆盖式的显卡水冷头 那么这一块呢是GTX780的显卡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一块显卡来用作东远ICV J78显卡水冷头的安装示范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东远ICV J78显卡水冷头上盖采用的是POM黑色上盖 那么底板呢采用的是黄铜底板 散热性能非常的好 它主要是支持GTX780和TENTA系列的散热 那么是全覆盖式的 核心显存及供电部位呢都能够覆盖住散热效果非常的好 那好,现在呢我们把这块GTX780的显卡呢拆下来 那么在之前呢我已经把其他部位的那个固定显卡螺丝呢已经拆下了 我们现在就做一下拆装示范 那么我们一般拆起的时候先从核心部位的四颗螺丝开始拆起 那么我们现在拆左上角这颗用力压一下 好了,这样呢它就下来了 然后再用一个梅花的螺丝呢 六角螺丝刀把其他部位的螺丝卸下来 同样的道理 那么其他部位的螺丝呢我们也是采用相应的办法 你要参照你所应该使用的螺丝刀和 然后把拆装完的螺丝呢都收起来 这样呢比较好用于保存 那么拆卸完所有的螺丝之后呢 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上下来晃动一下显卡 因为它里边有点儿贴 然后吸的比较紧 所以你要上下晃动一下 然后把显卡上面那个电源线 就风扇的连接线给它拆下来 左右晃动一下 好了,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显卡呢它就拆完了 那么我们现在把上边显卡上面的风扇去掉 然后拿一块纸巾过来 把这个 倒着硅脂擦掉 然后拿出倒入硅脂 涂抹上倒入硅脂 均匀地涂抹 涂抹即可 我们在涂抹倒入硅脂的时候呢 不需要涂太多 然后只要让它全面覆盖上就可以了 好的,然后剩下呢咱们就把这些倒儿贴 就是显存部分的倒儿贴给它粘上去 大家在安装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说 怎么这个显示效果不太好 说显卡上的温度和水管里边的温度相差很大 有人就是说显卡运转起来 可能像一天咱们现在所有时候家里不开空调的话 室内达到30度的温度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电脑运转起来 它这个显卡的温度也是相当的高 它说可能大概有80度 然后水管内的温度呢 只有四五十度这样的左右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它安装不当所造成的 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要把倒儿贴跟那个倒儿规纸都要涂好了 依次把倒儿贴都贴在相应的位置上 然后剩下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供电部位这儿呢 也有几个倒儿贴我们也是需要贴上去的 我们需要的就是把这个1.5的这块倒儿贴呢 剪切成四分 就是你看着和这个供电部位的这个模块大小 差不多才剪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粘贴上去 这都是我提前采好的 我们拿到手里的倒儿贴呢 应该是足够的 大家可以先剪一块试试 好了 现在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显存部位的倒儿贴 还有工电部位的倒儿贴和新生的硅脂呢 我们都已经涂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把东远的ICV这七八显卡顺顺顺头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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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摔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固定 我可以先固定几颗 在固定显卡螺丝的时候呢 我们采取对二线的方式 这样就可以防止你在安装显卡的时候 它就来回地挪动 我们把上下的几颗螺丝放进去 把上下的几颗螺丝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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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上下来迟放进去 把上下的几颗螺丝放进去 切成练在几颗螺丝放进去 要做到30个几颗螺丝放进去 这样子有点几颗螺丝放进去 破装冰中 大几颗螺丝放进去 好了,现在呢,这块东远的ICVG780显卡说两头就安装完成了 我们在安装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拿起来 然后看一下这个显卡核心部位 还有供电的,显存部位的,它是DH4DH的合适 然后上下检查一下 也可以再把它拆下来,然后再看一下 那么今天呢,东远的ICVG780显卡说两头就为大家介绍了